你好 歡迎收看8月28號大華聯地方新聞 我是呂慧 時序入秋 華聯縣政府已經展開了太平洋溫泉季的相關籌備工作 引發縣議會建設小鼠關注 總召謝國榮還有副總召張美慧特別率小鼠成員 前往瑞瑞的瑞翔溫泉公園 聽取縣府觀光旅遊處簡報說明 建議縣政府不要墨守成規 期盼可以創新突破 在台灣眾多溫泉區當中可以脫穎而出 面對議會關注而來到現地考察 今年太平洋溫泉季相關規劃籌備事宜 縣府觀光處總動員 在新開幕的瑞翔溫泉公園 向議會建設小鼠詳盡說明 我發現很少人知道花裡有這麼好的兩個溫泉 所以我們是想把這個品牌打出來 透過我們幾年這樣累積 預計將在今年10月14號期展開 為期一個多月的花蓮太平洋溫泉季 編列1500多萬元的經費完成委外發包 而今年第四年 縣政府初步規劃活動內容 行銷推廣工作 以及觀光產業效益服務議題 議會建設小組高度關注 縣府觀光處強調延續推動成先啟後 可以成為遊客溫泉旅遊的首選 在行銷、宣傳、包裝等整合工作上 應該要有所突破跟創新 把每一年的成績都要累積起來 就是說縣政府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在看起來就是目前似乎是在這個 主題的規劃上也沒有比較新穎的一個推出 我們覺得應該要再有所突破 讓花蓮其實不是只有單一的 一個這個可能代言的這個工作上 或者這個吉祥物其實都應該要改變 就是說讓花蓮這個自然之美 真的是可以恐怖的被推出 時序入秋縣政府也展開太平洋溫泉季 相關籌辦作業 縣議會建設小組高度重視 中招謝國榮以及副招長美貴 衛賽小組成員親自到場考察 了解籌備進度以及推廣內容 現在就是說 依我們他現在今年度已經把設計標出去了以後 我們再來看他的成果 如何來改善 跟讓開車的遊客人看得到這個重點區 溫泉季的重點區在哪裡 這是最主要的方向 縣政府推廣辦理的花蓮太平洋溫泉季 今年邁入第四個年頭 在全台各溫泉強敵環似下 做了溫泉季軟硬體監製 如何藉由活動的設計 環境營造以及創造溫泉季新亮點 能獨步全台溫泉區 縣議會建設小組考察 關切也提出相關的建議與看法 記者是玉蘭瑞瑞瑞採訪報道 好 好 好